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眼睛为之一亮 其实脑机界面已经发展了超过20年 但是在这10年发展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何应用脑机界面跟AI 在我们的临床医疗 帮助医生辅助诊断忧郁症 在介绍脑机界面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些数字 我想这些数字介绍完之后 大家会有更深的体认 忧郁症是一个必须要关注的疾病 WHO估计全球有2.6亿人以上患上忧郁症 盛行率大概是3%到4% 光是台湾忧郁症就超过了百万 在健保资料库里面登记有按的 大概是125 130以上 在全球的高龄忧郁症 高龄是指65岁以上的盛行率为10% 其实整体来看高龄忧郁症的盛行率远比中年跟儿童青少年要来的高 最后面我们看看台湾 我们来关注台湾的老年忧郁症的盛行率 大约是6%到8% 我在做这份投影片之前 我跟做流行病学调查论文的作者 我们联络上了 他告诉我这个数字其实是严重低估的 他特别要告诉我在演讲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把低估两个字给打上去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估计 每10个老人里面至少有一个人患有忧郁症 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 忧郁症不但会造成老人的失能 他甚至会加速老人的失智 最近有一些研究针对阿兹海默症的前期 我们叫做轻度认知障碍 就是MCEI 如果老人患有了MCEI 又共病了忧郁症 那么他进入阿兹海默失智症的几率 是比一般人高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 我要怎么在老人患有忧郁症的时候 及早治疗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 此外我们都以为忧郁症 可能只会造成所谓的金钱上面的 医疗负担的成本 其实根据统计 忧郁症所造成的医疗花费 其实不到30% 顶多占了28% 其他的72%在哪里呢 生产力下降 请假 或者其他一些失能方面的表现 尤其是中年人 你想想看 中年人如果患有忧郁症 忧郁症它是一个疾病 它会影响到你的认知功能 学习决策 思考专注能力都会下降 所以在这个职场表现呢 它就会有所谓的performance的 下降的问题 在台湾呢 因为忧郁症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呢 每年超过35亿台币 最后面呢 我介绍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就是说WHO统计出来 21世纪的三大疾病呢 分别为忧郁症 心血管疾病 以及恶性肿瘤 而忧郁症呢 不但会造成老人方面的 这个情绪问题 更会影响老人其他的身心健康 好 那忧郁症治疗方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这边讲讲它的痛点 大概有四大类 第一个就是无病适感 很多人得了忧郁症 他只是觉得自己可能是情绪方面 出现了问题 心情不好 他其实没有认知到自己已经 到了忧郁症诊断标准的情况了 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要去看病 他根本就不知道要寻求医疗的协助 第二个 污名化 这个污名化在高磷里面很常见的 如果我们今天跟一个老人说 你可能得了忧郁症 他会很生气 他会骂你 他根本就不会想要去看医生 第三个就是缺乏客观的检测 目前当前的临床诊断 如果我们去就诊 看精神科医师或是加一科医师 他会根据美国的精神疾病的诊断准则 DSM-5来进行诊断 大量仰赖主观的问诊 当然有专业的知识跟临床的一些经验 来问诊 最后下个诊断 但是对病人来说 他看不到一个客观的数据 一个图表 可以说服他 你得了忧郁症 所以其实很多病人 被下诊断得了忧郁症之后 其实他是半信半疑的 甚至是不相信 导致于就算医师开了药 他的服药的医顺性很差 根据统计 忧郁症的药 能够持续用一个月以上的 不到60% 能够用药两个月以上的 不到50% 也就是说 整个疗程上面有完成 他的整个的药物 这个治疗就中断了 导致忧郁症的治疗的 这个结果非常非常的差 总而言之 再没有这个明确客观证据 可以让患者接受 我的大脑感冒了 的状况之下 否认生病 还有拒绝治疗 成为许多人 罹患忧郁症的第一个反应 在这几年 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跟很多很多的临床医师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讨论 他们一致希望 有一个武器 可以让他们说服病人跟家属 你得了忧郁症 请接受我们有效的治疗 请相信我们明确的诊断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提供 医师客观可能量化的 辅助诊断资讯 让患者跟家属 更能体会到忧郁症 其实就是一个脑部疾患 它就是一个疾病 减少污名化 那就可以让患者 更有意愿的接受治疗 我们谈到忧郁症 是一个脑部疾患 所以如何去诊断忧郁症 就变成近20年来 很多的研究学者 在投入的一个研究 我们讲近10年来 因为神经噪影的 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 其实忧郁症 跟大脑某些区域 皮质区 或是副皮质区的结构改变 和活动异常 其实有紧密的关联 这个关联 我们在论文里面 常常用association来讲 就是他们有一些关联 但是并不表示 他们有因跟果的关系 但是不论如何 我们的确观察到 很多的神经噪影的证据 第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我们的海马回 海马回hippocampus 在中重度忧郁 而且是长期忧郁的病人之下 只有神经噪影可以发现 我们的海马回 这个病患 体积大小 可以缩小10到20% 这个海马回 跟我们的记忆 一些情绪调节方面 都有关系 第二个 我们讲前额 因为大脑这个前额 对我们人类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皮质区 我们的前额有一个地方 叫做眼眶 眶额皮质 叫做orbital frontal cortex 在神经噪影的证据之下 他们会发现一个事实 忧郁症的严重程度 越严重 病患的这个cortex的活动 这个活动是指血氧变化率 就会减弱 是乘反比的现象 重点来了 这个orbital frontal cortex 是我们大脑 大脑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域 我们所有的information 会汇集到这个区域 让我们去做一些decision making 决策 学习 所以忧郁症除了情绪方面有问题 它的学习功能也会有障碍 它的一些performance的表现 都会下降 其实跟我们大脑的功能性 都有很大的相关 这些大脑的活动受到了影响 大脑活动所产生的脑波 当然就能够直接的反映 我的活动到底是否产生了异常 所以在2001年开始 第一篇关于忧郁症的脑波EEG 得知关联性的研究就出来了 他告诉我们忧郁症的病患 它的左前额跟右前额的 alpha power alpha波 alpha波我们在指的是 8-13hz的波形 这个功率 左前额的差别 在忧郁症病患 跟健康病患 有显著性的差异 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这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EEG脑波 它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一个biomarker 让医生来判别他是否患有忧郁症 所以自从那开始 越来越多的人在投入 所谓的脑波跟忧郁症方面的研究 那这个EEG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体积小 它大概就是一个小盒子 一个amplify 就是放大器 一个手可以拿得起来 价格非常的亲民 它不用像做MRI这么贵 第三个非侵入式安全 第四个快速 也就是说呢 在很多的研究上面 大家都一致的接受 EEG可以适为 适用于这个常规检查 来去screen 你有没有忧郁症 常规 如果真的要有一个比较detail的话 可能到后面的神经造型去做这样子 好 那EEG它的这个症幅 它是一个波 它是一个信号 它是一个神经性的信号 它大概只有20个微幅 到5个微幅 各位 5个微幅是什么样的概念 微就是10的负6次方 它的电压值 非常非常的小 好 所以呢 它呢 要去诊断是不容易的 但是呢 在某些疾病下呢 它可以用肉眼看得出波形上面的变化 例如癫症 在医院里面呢 EEG脑波已经被用来当成一个诊断的test 来判读它有没有电线 那是因为电线产生的波形非常非常的明显 我们用肉眼可以看得到 但是近十年来呢 在一些机器学习跟AI的领域呢 间接的告诉我们 其实啊 EEG呢 已经被证明对于诊断一些疾病呢 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第一个脑肿瘤 第二个脑损伤 第三个 stroke 中风 第四个就是我们讲的depression disorder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失智症 Dementia 尤其是针对于阿兹海默型失智症 阿兹海默型失智症呢 占失智症大概是60%到70% 它是个神经退化型疾病 跟其他的血管型的失智症呢 不太一样 那近几年呢 在阿兹海默的这个失智症的 这个EEG研究呢 也到了90%以上的这个sensitivity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它是继忧郁症之后呢 下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产品出来 而且我们预估在两年之内 也就会进入市场 好 各位如果去Google搜寻一下 你打depression忧郁 加上EEG脑波 你可以发现 它的这个结果呢 会超过1300万 非常非常的多 这证明了什么 这证明了忧郁症跟脑波 这个研究呢 其实已经吸引非常多人的眼球 而且有非常多人在关注 好 根据我这个十几年来呢 在脑机界方面的研究呢 我可以为各位重诊一下 我们在忧郁症脑波的辅助诊断地图呢 到底大家在做什么事情 一个学者不可能什么都做 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这个研究地图呢 拆成好几项 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去截取脑波 我们是在病人的休息状态下 截取脑波呢 还是给他一些刺激的状态下截取脑波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叫做任务设计 好 脑波收入到PC端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处理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工程领域的问题了 我们要怎么用工程的技术方法 去处理脑波的一些问题 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干扰跟杂讯 各位 我们先想象一个问题 脑波是什么 脑波是把我们一颗小小的电极 我们叫做感测器 放在我们的头壳上面 头壳和我们大脑中间有脑膜 这个脑膜呢 的厚度呢 可能一个minimeter到两个minimeter 还有一个厚厚的这个脑壳 你想想看 大脑里面的活动呢 产生了脑波电位 穿透到头颅外面之后 其实已经衰减很多了 这第一个问题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小 第二个问题 大脑是一个封闭的 你可以想象在一个教室里面 你把教室的门关起来了 里面有好几个人在讲话 相当于大脑里面有好几个部位在活动 我在这个教室外面呢 放了一支麦克风 我这个麦克风呢 想要收这个教室里面 每个人讲的话 我把麦克风在门口 这个麦克风收到的话 是谁讲的话 是只有靠近门的那个人讲的话吗 不是 是整个教室里面 所有人在讲话的什么 混合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脑波 收脑波的时候呢 我们收到脑波 并不是那一颗电极下面 那个脑的部位的活动 而是整个大脑里面的活动的 一个什么 mixture 混合物 所以它并不是那么的纯粹 也并不是那么的干净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脑波在20年前 甚至十几年前 在临床应用非常非常的低 是因为它太不纯粹了 第二个 我们要怎么样 把纯粹脑波抽取出来 除了刚刚的问题之外 各位你想想看 我们只要眨个眼 眨毛皱 这个皱一下眨毛 甚至我们耸个肩 这些肌肉活动 产生的电讯号 它的这个正幅 大小 大概会是我们脑波的 十倍到百倍 甚至千倍以上 它会严重干扰我们的脑波 所以大家就会知道 脑波虽然简单量测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产品 最大的关键原因 就在于 我们要怎么样 从这个大海的波浪里面 去把那些小连衣 给找出来 这就是我们演算法的技术 所以最后面 我们透过很多很多研究 我们就可以发现到 演算法是不是太重要了 还好我们近十年来 其实已经开发了 许多的演算法 它帮助我们 克服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些机器学演算法 或者AI的演算法 帮我们把纯粹脑波抓出来 便于我们后面去decoding 我们叫做脑波的解码 好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 我们过去在几年前 跟台大医院的精神科 合作收了忧郁症脑波的 一些数据 还有健康的脑波数据 我们找到了一些biomarker 我们经由演算法 AI的方式 去分析这些biomarker 到最后面达到 81%的准确率 同时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其实跟我们 忧郁症脑波最敏感的区域 其实是在我们 大脑两侧的什么 念夜区 我们在念夜区 摆了8颗电极 第二个也是在我们7年前 其实我们从2013年就开始启动 这样子的大型研究计划 我们跟美国的Harvard Medical School 还有跟他的Maclean Hospital 的忧郁症局焦虑 研究中心进行合作 我们在美国 收了许多的忧郁症病患的脑波 我们进行大量的分析 到最后面呢 我们的biomarker 依然可以提供到83%的准确率 而且我们在美国做的时候 每一个病患贴了120%颗电极 因为我们不知道 到底哪一个部位 才是最敏感的部位 我们透过演算法 自动搜寻出 只要7颗的关键电极 我们就可以有效的侦测 忧郁症 达到83%的这个accuracy 那我们现在来问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 我们听了好多的研究结果 好多的研究报告 好多的研究论文 都让我们非常非常的 感觉到极具希望 那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产品 我们先从研究端来讲 研究端所有的实验的环境 都控制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有的数据 都处理得非常非常干净 其实是无法反映 真实临床应用的情景 所以无法克服 真实应用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 研究端所用的脑波仪 是商用的 你买了一套脑波仪回来 跟你后端的分析搭配起来 你根本就无法进行整合 而且你前端的脑波截取设备 受限于其他厂商 你无法去商品化 实验室一切一切的 所谓的研究的outcome 基本上跟商品化的距离 是非常非常大的 在研究端 虽然医师有这方面的需求 但是医师他们的专业是临床 他们无法去克服电子 电机 机械 工业设计 云段运算 乃至神经科学等专业技术 他们没有办法去做整合 而且他们没有办法去做跨院的大数据分析 产业端 这也是正几年我们非常深刻了解到 做这种智慧型衣材 要烧的钱跟时间 不是一般的厂商 想在一年之内赚到钱 就会有医院投的 它的不确定性太高 所以大部分厂商会打退堂股 政府端 第一个 健保资料库 没有忧郁症脑波的大数据 所以无法提供现成的数据 让产业界用来去做研究开发产品 没有办法 这跟医学影像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 AI的演算法 在医疗端的应用 美国的FDA在两年前 才开始通过许多一些 AI演算法 用于试验证 诊断这方面的一些产品 台湾今年才通过这方面的法规 也就是Software As Medical Device SM&D的法规 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 台湾进入了另外一个新纪元 叫做软体级衣材的新纪元 虽然过去没办法来做 但从今年开始 我们相信台湾开始会有 很多产品会慢慢出来 为了缩小研究跟产品的差距 那这边就要开始讲到 我们洪志生医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我们可以提出这一套Solution 第一个 洪志生医 结合了先进的制造 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 我们甚至跟医学中心 几家顶居医学中心来合作 收集台湾第一个忧郁症脑波的大数据 我们叫做Data Bank 我们跟了台大医院 台北荣总 长庚医院 包含了林口长庚 基隆长庚等等 我们收集了非常非常多的大数据 我们建了很可靠的AI模型 除此之外 我们还自己开发了所谓脑波仪 它让我们从最前端的脑波接取 到最后端的脑波分析 我们整个一条龙的把它打通韧度而卖 我们不会受限于其他厂商的限制 简单来讲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Solution 到底什么样的一些component 第一个 电极帽 电极帽就戴在头上 让我们的病人 可以用电极帽去截取他的脑波 第二个最关键的 我们开发了八通道的脑波仪 就是可以贴八个电极 这个脑波仪 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前一半时间是在学界 我本身的Lab 我们开发了 我们申请到了专利 我们继续到公司之后 公司在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然后而且通过了SGS的医疗安规认证 我们是台湾第一家的脑波仪 通过这方面的认证 现在TFDA在不久的将来 预计今年年底 甚至明年的Q1 我们就会拿到TFDA的许可 FDA也在申请当中 第一个round的review已经回来了 整个review的comment都非常的positive 我们预期不久的未来 我们也会拿到FDA 第三个就是软体端 还包含GUI 整个的以后 我们的解决方案落地之后 我们考虑到病人 我们考虑到医师 考虑到医院的效率 我们设计一个很简单的检测流程 第一个 假设你今天要去医院看诊 你进到诊间 那诊间跟你说 医生跟你说 好 你去量一下脑波 那你到了某一个脑波室里面之后 你只要静静地坐下来两分钟 我们量你120秒的脑波 这120秒脑波 透过我们的脑波仪 经由类比一些讯号的处理之后 传送到我们的云端 我们这个云端 就开始去进行AI演算的分析 分析完之后 迅速地把分析的report 回传到诊间 医师的电脑前面 甚至是平板的APP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从进诊间到量测脑波 到回诊间看报告 可以在20分钟之内完成 这样子的速度 就可以让病人 有效率地进行确诊 不用在两个礼拜之后 再来一趟 一个月之后再来一趟 不断地不断地询问 不断地临床的咨询 最后才来确诊 它可以看到客观且量化的数据 好 我们透过这个头影片 各位可以翻到 这个头影片上面所分析的 就是你量测完之后 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左下角的九宫格 我们的纵轴 其实就是医疗临床上 常用的PHQ量表 我们会让病人 透过这个量表 简单地回答几个问题 然后把这个分数给算出来 这个横轴 就是我们脑波的分析的结果 它会告诉你 你现在离忧郁症的距离有多远 好 透过脑波的客观的 神经讯号的分析 搭上现在临床已经在用的 PHQ-9的量表 我们把它做一个综合的 所谓的Decision Support 我们不下诊断 我们只是提供医生一个 有用的参考 我们叫做Reference 让医生进行最后的诊断 有了神经生理讯号的 评估结果之后 医生下诊断会有信心 病人更能够信任 医生下的诊断 后面的治疗才能够有效率 所以我们纵规下面有三点 我们这上面有一个优点 第一个 高速检测 High Speed 我们只要量两分钟的脑波 你不用做太久 第二个 Useability 这个Useability 基本上是一般的论文 不会考虑到的问题 脑波最麻烦的是 我要摆几个电极在头上 我们用了大量的演算法 去找到最多八个就可以 也就是说八个电极 放在我们头上 操作人员 护理师 甚至是医师 你最多只要花十分钟 帮病人做准备 就可以开始量脑波了 第三个 Accuracy 超过80%以上的Accuracy 对医生来讲 它就是一个非常具有 Powerful的一个Reference 让病人去 接受这样的一个诊断结果 谈到效益 第一个当然就是 告诉家属与病患 其实忧郁症 就是一个疾病 它就是一个疾病 你不需要太担心 被别人有色眼光来看 他会更愿意去就诊 就像我们看胃痛一样 这么简单 第二个 对医师来讲 它是一个辅助诊断的 一个新武器 透过可量化的评估报告 更能够精准快速的掌握病患的状况 最后一个对医院来讲 我这么快的检测流程 我就可以做这么快的一个诊断 我就开始进入治疗 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一个事情 最后面 我还是想要 highlight一下 为什么红市生医可以在2019年公司创立 员工 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两年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么多的事情 还拿到SGS的按规认证 还透过医学中心的合作 四家医学中心取得了大数据分析 那是因为我们有最坚强的跨领域的研发团队 基电 数据科学 电脑科学 认知神经科学 还有各大医学中心的研究合作 更重要的是 红市生医的母公司 其实是人保电脑 我们的脑波仪的生产制造 其实是在人保电脑的总厂里面铺陈完成 我们也通过了GMP 好 所以在人保电脑世界领先的 这个制造技术之下 使得我们公司 可以从最前端的产品的研发 设计 制造 临床验证 每个环节都可以完善 这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到的一个力气 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 忧郁症的脑波的 AI辅助诊断的武器 在明年的Q1结束上市之后 我们可以让精神医学 跟其他的医学领域一样 可以走向精准的数位医疗 以后医生看诊有效率 病人可以早期诊断 积极治疗 这也是我们开发这个产品的愿景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